通常我国民用汽车号牌的编号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一个汉字一个字母 汉字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 如果是省自治区啊 这个字母就代表当地的地级市 比如说GL就是河北省石家庄市 GB就是河北省唐山市 第二部分为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序号 其中啊序号的编码规则为 一有十个阿拉伯数字和除OI之外的24个英文字母组成 第二最多只能有两个英文字母 他问啊 如果某地级市发牌机关采用五位序号编码 那么这个发牌机关最多能发放多少张汽车号牌 技术啊 主要就是分类加法技术和分布成法技术 实际做题的时候 它往往是分类里面套分布 分布里面套分类 加法里面套成法 成法里面套加法 不能数重复了 数多了 或者是数漏了 数少了 这个题最多只能有两个英文字母 那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没有英文字母 全是数字 第二类是一个英文字母 第三类是有两个英文字母 第一类全数字 第二类一个字母 第三类两个字母 第一类全数字要用分布成法技术 第一位十个数字有十种选择 第二位还是十种选择 第三位十种 第四十 第五十 等于 那全数字一共就有十万种 第二类一个字母 它可以是第一位一个字母 也可以是第二位一个字母 第三位一个字母 第四位一个字母 第五位一个字母 分成五类 再看每一类里面有多少种 先看第一类要用分布成法技术 第一位是字母 那有十四种选择 第二位数字十种 第三位十种 第四位十种 第五位十种 这个一共就是二十四万种 第二类是第二个字母 它也有二十四万种 三四五 每一类都有二十四万种 最后把这五类相架 还可以这样看 五位里面任选一位做字母 那就可以分成 C五一类 C五一就是五了 就是五类 每类里面都是二十四万种 二十四万种 那一共就是一百二十万种 再看两个字母的情况 五位里面任选一选两位做字母 可以是一二是字母 也可以是一三是字母 也可以是一四是字母 一五 二三 二四 二五 三四 三五 四五 一共分成十类 再看每一类里面有多少种 先看第一类要用分布成法技术 那第一个是字母 有二十四种选择 第二个也是二十四种选择 第三个十种 第四十种 第五十种 这一共就是五 七 六 三个零 这么多种 这第二类啊 也是五七六三个零 后面都是 一共是十类 把这十个加到一起 也可以这样看 五位里面任选两位做字母 那一共啊就可以分成 C 五 二类 C五 二就是十类 然后每类里面啊都是 五 七 六 三个零 那就等于 五百 七十六 万 最后啊 把这三大类加到一起 十万 加 一百二十万 再加五百七十六万 一共就是七百零六万种号牌 五百 三个零五 四 三 五 两